南投县政府将在日月潭的孔雀园进行BOT出餐案 并希望兴建观光旅馆 目前已经进行到公告的程序 却不曾询问与经过少族族人的意见 让族人是非常不满 因此特别来到孔雀园拉白布条 并立牌宣示少族传统领域的土地权 每个主群对自己所属的土地都有一份那种感情 祖先一直百年百千年来一直流传下来的 可是呢你们也都知道 整个日盘开发那么严重 都是政府造商 然后来财团 来这个所谓的BOT 他们一点都不尊重我们当地的 已经生活了百千年来的这个少族 重大投资在当地的原住民族的地区 应该要先征行在地原住民族的同意 这一点最起码的一个尝试 最起码目前来讲 已经就可以在先级就来做的事情 为什么都不做呢 由于县府未经同意而擅自作业 引起少族族人激烈抗议 关心部落权益的议员石庆龙也到场参与 盘结由这次抗议行动 希望县府聆听族人声音 给族人一个满意的回答 我们经过每一次的抗争 唯一就是要要求政府 你要经过我们的同意 你要做什么都要经过我们的同意 因为这毕竟是古时候 少族人在这边生活过的地方 你连尊重都没有尊重 所以我们就誓死抗争 我们少族的主人到瑞坛孔雀园 来表达他们的声音 对于日后孔雀园县府 是不是要用BOT的方式来做观光饭店 我希望我们县府这边能够倾听 我们少族主人所表达的意见 最好当然就是能够朝向 我们政府跟这个族群 能够共赢 议员石青龙表示 族人的声音 叛选府能够听到 呼吁县府要重视地方名声 希望能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 两边都能够得到很好的回复 在发展经济观光的同时 也能够保留少族原有文化 民意新闻蔡隐杰 与此采访报导